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鸿章来到天津的时候 他继续和外国人打起了痞子枪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痞子枪又起了作用 还是因为德法两国正式开战 法国无暇顾及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点点小事 他们突然之间从穷凶极恶气焰嚣张变得病病有理 李鸿章说他又查了一遍 有两个人是冤枉的 法国人说 好 冤枉就冤枉吧 那就别杀他们了 李鸿章又说 对中国的官员处罚的太重了一点点 法国人就说 好吧 你说杀就算杀吧 那就冲青出力吧 李鸿章一看 哎 法国人这么好说话 看来 他们是受不了我的痞子枪 那我就再耍点小聪明吧 于是 他就用了十六个死刑犯 换了天津教案中 被判了死刑的民众 结果法国人就装牙作龙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随他怎么瞎折腾 至于赔钱的事情 本来也不多 所以李鸿章也没有再多谈这个问题 当然 李鸿章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普鲁士和法国已经打开了 如果他要知道的话 他开出更高一点的条件 估计法国人也会接受 当消息传回北京城的时候 慈禧太后赶忙抓紧这个机会给大家说 你们看 李鸿章多会办事啊 现在条件好多了 大家应该同意了吧 不过说实话 李鸿章的协议和曾国藩的协议相比 除了少杀两个人以外 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由于李鸿章出发之前 都挨个收拾过这些家伙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皮笑肉不笑的鼓掌说 牛逼 牛逼 能干 不得了啊 赶快让他去西北吧 再把穆斯林叛乱的问题 给一起解决了吧 这帮人心想 既然斗不过你 那就折腾死你呗 可是慈禧太后不干了 他觉得像李鸿章这样能干的人 必须留在自己的身边 随时处理一点应急事物 不然的话 朝廷之上全是一堆草包 那怎么能行呢 既然李鸿章留在了北京 是不是就应该让刘明传去接替左中堂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了出来 进去反对大家的这个想法 而且还说刘明传一打队的坏话 不仅仅如此 他还私下去给慈禧做工作 千方百计的打消他这个念头 这个人是谁呢 原来是温同和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说来话禅 原来他和李鸿章还有曾国藩两个人 可是有杀父害兄之仇的 早就对这两个人恨之入骨 之前我们在介绍陈玉成和苗佩林的时候 讲过这个故事 前面说了 朝廷以为左中堂全线崩溃 打了一个大败仗 为了稳住阵脚彻底的解决西北问题 就派出李鸿章前往陕西准备接替左中堂收拾局面 这个时候 翁同和听说西北的战局吃紧 非常难打 心里还暗暗高兴 等着看李鸿章的笑话 可是没过多久 他收到了袁宝衡的一封来信 心里有意无意的向他透露出左中堂的计划 他再把朝廷的奏章拿来仔细查看 马上就醒悟过来 原来左中堂没有打败 这一切是他诱敌深入之计 这一下可把他给气坏了 天哪 李鸿章这不是去赴汤岛火呀 而是去摘桃子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 李鸿章平定了免军 现在又去解决了西北问题 那岂不是又立下了一个盖世奇功 而且还掌握了天下所有的兵马吗 一旦得胜回朝 肯定会变得炙手可热 全清朝野呀 他越想越气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一方面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找这两个人的会起来 一辈子都要养人鼻戏 被他们两个踩在脚底下爬不起来 另一方面 站在他的世界观来看 如果天下的兵权都归于了李鸿章 万一这个家伙有一天图谋不轨 连个约束他的人都没有 这也是让他受不了的 于是他就琢磨 必须把这事给他弄坏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天津教案 曾国藩受命前去解决 翁童和爵的机会来了 虽然他当面不说什么 装着跟慈禧一条心 想两下子把这事解决了 可是背地里他却到处去放风 哥们儿你说这曾国藩这家伙真是能干啊 不但打仗是一把好手 现在还能解决外交问题 上次他打下南京 朝廷就欠了他的 没有对信当年咸丰皇帝说过的 谁打下南京就给谁封王 这次再立了大功回来 恐怕就糊弄不过去了吧 光封个王都不行了 还得是摄政王 他这样一吹风 朝廷里的保守派 特别是那些满清的贵族们 都是心里一紧 那曾国藩岂不成了 曹操了 其实就是他不说 那帮人也早就担心这件事情了 现在他在山山阴风 点点鬼火 大家更是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很多人觉得 这已经危及到设计安危了 不出手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们必须给曾国藩 是绊子千方百计的煽动舆论 提出一系列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 如果曾国藩找着做 那他就成了一个大傻逼 自然碰的一鼻子灰 如果曾国藩不这么做 那就攻击他不爱国 是汉奸 果然不出所料 曾国藩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和平方案 但是这并不重要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攻击他 他做的不够好 是不爱国 是个买国贼 打奸臣 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反正什么算是做得更好 这也没有一个评判标准的目标 大家可以自由自说 秦喜太后虽然内心很满意 可是舆论压力太大 如果他非要一意孤行 支持曾国藩的方案 那就成了婚君他妈 女版的照够了 所以他必须找到政治同盟 来帮他解决这个困境 这就是翁童和要的效果 他就可以借机玩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劝说慈禧把李鸿章调回来 解决这件事情 一方面可以不让他去摘桃子 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机把他搞臭 可是没想到李鸿章奇高一招 队内队外都玩一套痞子枪 先把几个主要的保守派全都收拾了 再加上运气又好 恰好碰上了普法战争开打 法国人无心谈判 想两下就快速解决 所以多少找回了一些面子 而且李鸿章和曾国藩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他可以放得下脸 悄悄的派人收买一大堆盐棺 刚把结果送回北京 立刻就有一大群人鼓掌叫好 到处宣传他有多牛 当然 这就和今天那些去机场迎接歌星的粉丝一样 是按照表演项目收费的 送心花要给多少钱 哭晕了 会给多少钱 喊的声音撒牙以后 会给多少钱 那都是有价码的 虽然像翁童和这样的内行已经知道 这都是李鸿章这家伙 拿银子炸出来的 可是外面的人看不明白 马上就跟风 大家都说他了不起 而慈禧早就像稀释宁人 一看有人捧场 马上就下旨 肯定了这份协议 嘉奖李鸿章 于是他一下子就变成了民族英雄 朝廷之上的大红人 社会上人人钦佩的偶像 结果翁童和偷鸡不成 反施了一把米 有苦输不出 打落的牙掉进肚子里吞了 谁让他智商不高呢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朝廷里又在议论 让刘明传去接替祖宗堂 这一下翁童和更是火急攻心 他和刘明传也是势不两立的 绝不能让他去摘桃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刘明传这个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当代的人 他的思想和行为 在当时的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所以大家不仅仅的 觉得他脸上有麻子 而且脑袋上肯定有包 他有很多的稀奇古怪的想法 一天到晚 见到人就念到着 要造轮船 造铁路 而且还要大炼钢铁 造蒸汽机 这让当时的人都觉得 这家伙是中了洋鬼子的邪 不仅仅如此 他也不太注重体统 打仗的时候 让士兵趴着往前前进 躺在地上开枪 被其他的将领嘲笑 毫无气节可言 而且他不相信人的力量 坚持为武器论 当别人用前堂枪的时候 他就开始用后堂枪 当别人用后堂枪的时候 他就开始用弹仓步枪 特别能折腾 特别能花钱 不仅仅如此 他还到处宣传他的这种不健康的思想 他在给朝廷写的奏折里说 乡军老将 扭视秦宫 予以后堂枪炮 横鄙不屑 基于法交锋 试探格林炮 利益枪运用之灵 命中之远 格林炮 就是加特林机关枪 离异枪是由美国人 詹姆斯帕里离异设计 一种连发后堂步枪 最远射程可达1200码 清军购买的原装货有弹仓 国内仿制的去掉了弹仓 变成了弹法 如果说这个人有什么优点 就是打仗特别厉害 而且他打的都是硬仗 所以平常打架都把他当成神经病 但是一打仗的时候就又立刻想起了他 指望着他上前去耍菜刀 所以西北战场真的失利了 谁最有资格去代替左中堂呢 还真的是被刘明传莫署 那么他和翁同河有什么过节呢 让翁同河如此的恨他 刘明传这个人本来在安徽老家混黑社会 手下有一帮小弟 后来李鸿杖离开了曾国范 在上海开山立派 创立了怀军的时候 把他从老家招了过来 怀军打下长州的时候 这家伙抢到了一个国宝 叫做国际子白盘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河知道以后 就想问他借来看一看 替他鉴定一下真伪 翁同河这个人 虽然人品不怎么好 但是学问却绝对是一流的 他是著名的金石学家 书法家 考据学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 那可是响当当的 像这样的人 通常都比较喜欢捡破烂 翻垃圾桶 没事就在旧货市场里瞎转悠 所以他一听说 刘明传得到了一个举世珍宝以后 兴奋的不得了 他就想收归己有 如果换作别人 只要他放出这句话来 对方就会立刻连夜快马加鞭 送入京市 因为他和他爸爸 那都是皇帝的老师 天天都有机会跟慈禧太后聊聊天 更不要说小皇帝将来长大以后 那肯定最听的就是他的话 所以谁都不敢不巴结他 但是刘明传却不这么想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脑子有包 他随后做的事 让周围的人都目瞪口呆 他直接问翁同和 请问你戒了以后 还还不还我呀 这直接把翁同和气得七窍生烟 当时就像发火 关厂里 哪有这样处事的 但是翁同和实在是太爱这个盘子了 他忍了这口气 又派人来说 行 算你狠 开个价吧 我绝对不还价 按说翁大人几时花过钱买这些东西呀 可这是给够了面子了 但是大家猜刘明传说啥 他说 这盘子和我有感情 我可不喜欢第三则插足 1950年 他的后代 把这个盘子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后来 为了这个事 翁同和就整过他一次 大家知道 平定东典军名义上 李鸿章是总指挥 但实际上 他主要负责行政和后勤 真正在前线指挥打仗的是刘明传 后来 平定西典军 实际上处理最多的也还是刘明传 因为怀军的装备远远好过于左中堂的军队 所以自然而然的他们就是战场上的主力 可是这么大的功劳到了最后封赏的时候 按理说他应该排在李鸿章和左中堂之后 就算混不到伯爵也至少应该安排一个子爵吧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一大堆人上奏 说他贪污军饷 揽杀无呼 谎报军功 虐待士兵 总之就是一个头上涨创 脚下流浓的坏家伙 最后虽然 郑国藩和李鸿章 极力保劝 却也只封了一个一等男爵 气得他直接辞职不干 跑回老家 那种地去了当然谁都知道 只是翁童和在背后倒的鬼 这次曹廷以为左中堂打了败仗 派李鸿章去前线和穆斯林震倒真枪的干 马上又想起他来 毕竟大家心里都知道 虽然他脑子有爆 但是真的打起仗来的时候还得靠这种人 而刘明传对这个机会其实也非常的重视 因为他知道派李鸿章去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左中堂交界 毕竟他的级别还不够 但是前线的军事指挥肯定还是由他来负责的 而且这一次他还没有出发 朝廷就给了他一个代理陕西巡抚当着 直接就变成了封疆大吏和以前的军职完全不同 清代的一品军职建了二品的巡抚 那也是要磕头的 所以他觉得受到了重视 心里还是非常感激的 如果他能尽快的平定西北穆斯林叛乱 将来的山甘总督很可能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下一步离进入政治局就不远了 这样他就有了机会彻底施展他的报复 去修铁路 造工厂 虽然他脑子有爆 但是也是一个戳生生的人 也是有想法的 刘明川这个人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是曾国藩非常器重他 据说有这样一件意识 有一次曾国藩请淮军将领吃饭 其后特意给每个人来了一份元宵 等到大家都吃完以后 曾国藩问 诸位 你们刚才吃的碗里有几个元宵 你们知道吗 结果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谁脑子有病啊 吃完元宵还去输个数 结果刘明川脑子真的有报 他居然准确的把元宵的数量说了出来 从此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以后见人就说 脸上有麻子的家伙 是个帅才啊 看来下次领导请我吃饭 我也得把吃了几个饺子元宵的数量数清楚 但是可千万别上面条 那我就崩溃了 所以刘明川这次出征之前 特地来北京拜访了曾国藩 请他指点一二 怎样才能干好这件事 曾国藩嘱咐他 其他你都行 不用我提醒 但是有一点 你一定要和瓮同盒搞好关系 在官场里 想要真正的做点事情 为国家分点忧 光有本事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尽可能的处理好人际关系 于是他就想 曾国藩说的有道理 翁同盒不是老惦记着他自己的那块大盘子吗 要考古研究学问吗 那我就给他整几篇拓片 免得他老嫌我抠门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结果这么一做 反而把翁同盒彻底的得罪了 从此发誓和他势不两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初刘明传既不让翁同盒鉴定 也不把盘子卖给他 让翁同盒很生气 但是他后来仔细想了想 觉得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那就是这家伙没有文化 捡了一个古人的夜壶 当做了古宝 现在也许知道了 怕丢人 所以不好意思拿出来呢 虽然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这才是合情合理 让他稍微好过一点 但是心里头还是有些不爽 逼着一口恶气 总想找机会整一下刘明传 所以在李鸿章平定了免军 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背地里偷偷的黑了刘明传一把 让他没有封到子爵 只封了一个男爵 可是朝廷下令刘明传牺牲以后 这家伙居然托人送来国际子白盘的拓片 翁童和一看 差点气晕过去 真迹 百分之百的真迹 而且绝对是西式罕见的国宝 翁童和心想 你送我拓片是啥意思 向我是非吗 你的意思是你要发达了 将来找我报复 翁童和越想越不是滋味 这刘明传号称怀军第一能打的名将 本来他就能打 再加上祖宗堂已经快要成功了 万一他一去就摘了桃子 顺势平定了西北 又收复了新将 这回来岂不是要成了军机大臣 那将来还有我好日子过吗 而且更可气的是 这刘明传的后台老板李鸿章 现在又成了朝廷的大红人 将来刘明传又手握重钉 那岂不是可以一手遮天 我们之间的深仇大恨 再也没有报复的机会了 所以翁童和越想越气 虽然忙活了半天 不但没有征倒李鸿章 反而让他借机得力 如果再整不倒你刘明传 那活着实在是没啥意思了 所以他必须联合一群保守势力 全力听左中坦 坚决不能让刘明传接手 你看这个世界上吊诡的事情 就在这里 人和人之间常常很难互相的理解 刘明传本想去缓和关系 结果反而激怒了翁童和 所以呢 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 看法还真的不一样 同样 我们今天也很难理解 金基堡教主的一些想法 早在一年多前 董之园战役结束以后 教主就命令他的部下 李德仓向清廷政府投降 躲在地处偏僻的张家川 保留教派的火种 看来自从左中坦进入西北以后 教主就已经预感到 他可能会彻底的失败 所以才预心留下了后手 可是接下来他做了事情 大家都看不明白了 那就在金基堡失败以后 白岩虎已经带着大部分的精壮逃往河中 金基堡迅入了外无援军内无余粮的困境之下 教主却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 他开始叫外地的一些新教首领前往金基堡 准备和他一起赴死 按照他的说法叫做舍西德 这里头就有我们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北京城的经验 这些人听到了他的召唤以后 立刻抛架舍业 欣然前往金基堡 准备和他一起赴死 为什么他一方面要留下教派血脉 一方面又要叫一些各地的首领前来赴死呢 说实话刚看到这些史料的时候 我也琢磨了半天 也没有想明白 直到后来 我遇到了一个非常了解穆斯林的朋友 他给我讲什么叫做舍西德 他说在云南的沙殿 有一座舍西德的纪念碑 纪念1975年那些死于和解放军作战的穆斯林英雄 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是和四人帮领导下的解放军作战 所以是正义的 我的朋友告诉我 当你看完这座碑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是舍西德了 而且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一个秘密 如果你在穆斯林的清真寺上 特别是最近几年修的 看见写着爱国爱教两个字 如果是用繁体字写的 那是有深意的 因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是简体字 所以两个国字是不相同的 至于其中的含义 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吧 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明知已经失败 教主还要把外地的那些首领也喊来 而且那些人也愿意欣然赴死呢 他告诉我 那是为了留下仇恨的种子 在他们快要失败的时候 通常都会这么做 他的目的是 要让每一个地区的教众都知道 他们最爱的人被异教徒给杀了 所以他们必须有一天来报这个仇 这就是舍惜德 我还没有想明白 就问那个朋友 好好的为什么他们非要来找死呢 我的那个朋友叹了一口气 说道 因为你不信教 所以无法给你解释信教的人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 没有仇恨就没有凝聚力 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信仰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制造出仇恨才行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大老远的跑到西北来送死 那就是他们的使命 不然怎么能让那些生活在和平安逸之中的教徒感受到仇恨呢 因此不要说刘明传和翁同和之间互相不能理解 我们也无法理解教主这些人的思维 同样当时的人也无法理解曾国藩他在想些什么 按理说在天津教案中 大家都骂你是卖国贼 那你就应该离外国人远一点吧 免得一不小心 污水又溅到了自己身上 可是他偏布天津教案刚一尘埃落地 他就和李鸿章联名上奏 要求执行容红的赴美留学幼童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连续15年 每年都要派出一批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习 和美国人同吃同住 全部读美国的长春藤名校 而且学成归来之后直接授予秀才的功名 当所有的人得知了曾国藩这个想法以后 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 尽管大家找力唾沫四箭 气势汹汹的激烈阻挡 但是这一次由于西太后见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太多的人情 所以破例立刻就批准通过了 可惜的是一年之后 曾国藩就离开了人世 这个项目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 四年之后 他这个唯一可以挽救中国命运的计划 在当时最有远见的解决方案被废除了 虽然只执行了短短的四年时间 而且仅仅只有100多名学生赴美留学 但是这个计划依然光彩夺目 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 均被送入电局学传电报 第二批第三批学生 由中国当时的新式企业 如福州传政局 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 基于50名 吩咐天津水师 机器 电报 鱼雷局等处当差 这批留美幼童 后来被分散到政界军界 实业界 知识界等各个领域 在他们中 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开轮煤矿矿野工程师吴阳增 北洋大学校长蔡少基 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 民初国务总理唐少怡 清末交通总长梁敦言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这才仅仅执行了四年 一百多人赴美留学 就出了这么多的人才 想想看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按照曾国范的想法 连续十五年的话 人变了 中国肯定也发生变化 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不再会有近百年的心酸 唉 历史通常都是一声叹息 可惜的是 没有人能真正的理解 曾国范的想法 也没有人有他那样的远见 人和人之间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但是互相之间很难理解 同样 大家也不理解祖宗堂 就在刘松山战死不久 他给朝廷来了一封奏章 声称已经全线胜利 同时请朝廷授予刘锦棠四品文职 负责统领刘松山全经 为什么要给刘锦棠四品文职呢 前面说过 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 文职要比武职高得多 也更受人尊重 有利于他统帅全军 可是文书刚一到北京 立刻朝堂上就骂声一片 都说祖宗堂真不要脸 主将战死 全军退出了金鸡宝 都这样了 你还说你打了胜仗 我们替你害臊 可是祖宗堂申辩说 刘松山之死 的确是一个悲剧 但既然是在战场之上 那么生生死死都是正常 不然怎么叫做战场呢 刘锦棠在打胜以后 率领全军退出金鸡宝一带 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毕竟失去了主帅 需要重新的组织战斗序列 现在他们已经重新回到了金鸡宝一带 而且雷正晚和黄鼎原来归刘松山 截至的竹盛军 郭宝昌部 现在由其弟金运昌带领 都已经进入了金鸡宝一带 参加对余下堡垒的围攻 现在我们已经挖了几道壕沟 把金鸡宝一带围得水泄不通 而且架起了炮台 日夜轰击堡垒之内 穆斯林已经断粮近半年 最多到年底必然投降 一旦解决了金鸡宝问题 剩下的穆斯林叛军将群龙无首 我就可以捧出手来 去解决河州和西宁的穆斯林叛乱问题 虽然还有很多的艰难险阻 但是最大的障碍已经解决 朝廷上的大臣特别是李鸿章的怀系官员 以及一大堆没事就喜欢下起哄的阎官 听到这个说法立刻打架讥讽 说左中堂的脸皮之后 已经可以跟城墙的拐角相提并论了 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不相信左中堂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刘明传能够尽快的接替左中堂 毕竟大家都是一伙的 说实话 这个时候全亏了温同和 虽然他的动机完全是另外的目的 但是他也组织了一帮人 帮着左中堂说话 只要是李鸿章那一派人想做的事 他就一定去做对 而且他还有一招最狠的 就是每当两宫的皇太后去看他给小皇上上课的时候 他就专门给小皇上讲历代的金城如何篡权的故事 最关键的一招就是独揽兵权和行政权 所以千万不能让一个大臣坐大 必须要有人制衡 那小皇帝就会问 那我们城里的大臣有没有人独揽兵权呢 每到这个时候 翁童和就微笑不语 看着书不说话 小皇帝得不到答案 就会忍不住的去问两宫太后 老恋的慈禧自然会说没有 有点傻的慈安 有时候会说 李鸿章现在的权力有点大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读来几回 还是影响了慈禧 让他觉得 这话还真的有点道理 确实值得注意 再加上翁童和不断的说祖中堂的好话 所以慈禧迟迟没有安排流明船接替左中堂 一直处于犹豫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黄金产量频创新高 世界各国的银甲不断下跌 急需寻找出路 而当时的世界上 各国都在搞金本位 白银唯一的去处就是中国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南方战乱已经结束了几年 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 再加上通商口岸的大量开放 以盛丝和茶叶为代表的进出口贸易 急速增长 海关和各地的离近收入增倍 突然之间财政状况变得好了起来 尽管大清的官员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钱 虽然祖中堂的开支依然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相比于前几年之间 压力还是小了很多 所以说钱的时候 大家对祖中堂的恨意就小了很多 再说刘明船到了陕西 一直都在那傻等 到底让不让他去接替左中堂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他只是听说朝廷上为了这件事 真的你死我活 又过了很久 黑他的行动又开始了 什么谎报军功 苛扣军饷 贪污钱财 作风不振 一盆又一盆的污水 开始往他身上泼 开始他极力为自己辩护 毕竟他啥也没有做 一直留在陕西啥等 可是到了后来 他发现喷到脸上的唾沫星子 简直插都来不及 不久之后 传来了金鸡宝被攻克的消息 左中堂不断官复原职 而且又变成了朝廷的大英雄 他知道自己无望了 又被耍了 于是一怒之下 奋而辞职 又回到了老家去 后来朝廷又一次 召他出山 让他率兵去东北 对抗老毛子 那一次他差一点 干成了一件盖世奇功 话说到了1880年 沙俄重兵囤积在东北和西北周围 准备有所行动 这下可把老佛爷给挤坏了 若是东北有所闪失 那可是断了清朝的龙脉呀 于是他召开军机会议 大家都开始七嘴八舌的推荐人选 但是西太后就是不满意 于是就问李鸿章 你怎么不派你手下最能打的那个流明船去呢 还没有等李鸿章回话 翁大人就赶快抢心奏报一句 这个流明船呢 因为犯案已经被革职 而且他其实就是一个怂包 离开了洋枪洋炮 连仗都不会打 而且他的兵打仗的时候胆特别小 站都不敢站起来 都是趴在地上放枪 实在是有损国体俊威 于是西太后回过头来问公亲王 是这样吗 你不是说此人是天下第一名将吗 公亲王清了清嗓子 干咳了两下回答道 嗯 他怎么打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免军作乱了十几年 前后折损了几十元大将 连蒙古亲王孙格林庆也死于较年 但是他一出马 立刻彻底的较平了西年 从此天下终于太平了 于是西太后就对李鸿章说 赶快把这个人给我找回来 让他带兵 去东北打仗 按理说黄恩浩大 刘明传应该感激涕零 提高了思想觉悟 从此变得正常一点吧 但不是 他依然脑子有包 虽然他连夜奉照进京 但是他在朝廷之上说的话 让大家全体晕倒 他给西太后说 老毛子 西洋人 咱们都不用怕 只要咱们修四条铁路 一条从北京到东北 一条从北京到山东 一条从北京到河南武汉 再修一条到兰州的 从此咱们大庆 再也不受洋人欺负了 这句话一说完 老佛爷干喝了一半的水 就直接被呛了出来 他们说你脑子有包 我看了一下 只是你脸上的麻子 比较大而已 还算不上包 但是你刚才说的话 就实在有点秀逗了 我叫你带兵去打老毛子 你怎么跑来跟我说修铁路 这个刘明川并不慌张 他耐心的给老佛爷西太后解释道 您知道翁大人 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咱们大庆只要万众一心 四万万同胞 只要一人吐把口水 就可以把那洋人给淹死了 但是太后你想到没有 咱们大庆虽然人多 可都住在天南地北呀 但是洋人每次闹事 都是坐着轮船 集中在一起从一个地方来 所以每次打仗 反倒是敌众无寡 咱们虽然人多口水多 可就是用不上 如果有了铁路 我们只要把军营修在铁路周围 哪里发生了战事 立刻就可以倾全国之力往前 这样就无往不胜了 西太后听刘明川这么一解释 好像也有道理 于是就下了旨 开始召开全体大臣会议 讨论修铁路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筹建铁路 以图自强者 刘明川挑起的铁路修建问题 实际上是晚清历史上的最重大的转折点 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物须变法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 想要赴新修路 因为一旦有了铁路 先不说众所周知的经济和军事作用 最重要的是 人们的生活范围就会变大 视野也会变得开阔 新的思想就会迅速的普及 这就会触动整个社会根本的改变 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实际上在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都认为 欧洲社会的根本变革就是铁路的促成 在没有修建铁路之前 欧美社会虽然有一些新思想 但是传播的范围很有限 而一旦开始修建铁路 邮政就变得容易 就必然会出现报纸 而一旦有了报纸 整个社会就会受到各类新思潮的冲击 人们的观点就会迅速的转变 西方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 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了铁路 这里的人最多只需要十年的时间 就会不再坚信封建迷信思想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思想 而且刘明传以他的二百五作风 说出了洋务派大臣们一直想说 却不敢大声说出的梦想 因为修铁路在清朝一直是一个很继位的话题 总有人觉得那些洋丸不利于我大清的风水 而且会帮助洋人控制中国 不过到了刘明传提出修铁路的时候 大臣们已经见过了很多新鲜的西洋玩意了 很多人还是出返过西洋 思想已经不那么保守 除了洋枪洋炮以外 西洋的火轮船都买了好几条 既然火轮船大家都坐的 那么火车为什么坐不得呢 慈禧太后公开召集大臣讨论火车的修建方案 就说明火车本身已经不是问题了 这个时候离甲午战争爆发 还有十多年的时间 如果国家开始全面建设铁路 必然会带动工业化发展 那么历史就很可能会改写 很多可能我们现在都是大清帝国的臣民 但是国运啊 国运刚开始辩论的时候 洋务派明显占了上风 比如一些大臣说火车隆隆的响声会破坏了风水 洋务派就会反驳说轮船也有汽笛声 没见它破坏了风水啊 又有一些大臣说 修建铁路的话 要占了农民的地 伤害农民的利益 但是洋务派又说 这些农民可以变成工人 收入会变得更多呀 还有大臣说 修建铁路要花费众多的钱粮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洋务派反驳说如果我们派五万余怀军前往东北 那里的地广人稀至少每年需要四十万进行后勤支援 所花费的银两远远超过了修铁路用的钱 而且铁路本身还可以用于民用运输 还能挣钱不管花了多少钱将来都能收得回来 单纯派兵出去花钱就是永远花出去了 没有任何的收益 随着辩论的深入 保守派的理由都显得滑稽愚昧和不堪一计 西太后和公亲王都已经冥想的倾向于修铁路了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这个时候翁大人又出手了 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就彻底的扭转了局势 他说刘大人的方法看起来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些铁路都通向北京 如果有人谋反的话 那么就可以轻松的勾掘全国各地的叛党 找发西智 打经将威仪提这个方案的人 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这真是不怕流氓坏 就怕流氓有文化 看似轻飘飘的几句话 一下子通到了蜻蜓的痛点 怀军分散在全国各地 要想作乱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可是一旦有了铁路的话 几十万怀军就可以朝发西智 这打经的江山到底是姓爱新觉罗 还是姓李呢 这就很难说了 你们怀军提这个修铁路的计划 到底是何居心呢 这话当然大家都没有说明 可是所有人立刻都会联想到这一层 于是洋务派们全部立刻都闭了嘴 不敢再为铁路说好话 而刘明传连兵都不敢带了 立刻跑回家避祸去了 于是打清国再次痛失良机 第一次曾国藩的人才计划 第二次刘明传的修铁路计划 这些都比日本人早得很多 所以打清最后的王国也怪不得别人 命运之神曾经向他打开过大门 只是他们从来不曾发觉 如果读以前的历史学家的话 我们都会以为蜻蜓的愚昧无知 害怕新事物 所以不愿意修铁路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 蜻蜓连军舰大炮都敢买 一个铁路有什么不敢修的呢 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历史学家们 根本没有看明白这段历史而已 甚至连那些保守派 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昧 比如太平千湖刚刚兴起没有多久 温同和的爸爸 温存兴就带着全家跑到了上海租界来住下 如果他们真的那么排外 他们为什么不去北京 反而是去了上海租界 而且不止他们一家 有相当多的保守派官员 都把他们的家卷送到了租界 换句话说 就好像今天的某些官员如果真的对美国一点都不了解 又怎么会专门去偷偷摸摸的把自己老婆孩子移民到那边去呢 所以 温同和对西方是有一定了解的 绝对不是什么愚昧无知 而且他们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 刘明川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又再次复出 终于立下了大功 他击败了登陆的法军 搞住了台湾被朝廷委认为第一任台湾群府 他在任期间终于可以干他长期以来想干的事了 不但修建了铁路 而且开办了学校 建立了工厂 完善了台湾的海防 总之做了很多好事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中国第一条电线 第一部电话 第一座油矿 第一座铁桥 都是他主持修建的 在他的致力之下 台湾从中国最落后的一个省 变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省 可惜后来全部被日本人捡了便宜 即使在今天台湾民进党执政大搞去中国化的前提下 还有很多的道路和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 台湾海军现在还有一艘佩里级护卫舰 也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刘明传以铁路为依托进行机动作战的思想 和德国著名的军事家小毛旗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他非常的善于学习 从安徽乡下到上海以后 虽然从来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正规军战斗 但是只是观摩了华尔洋枪队的战法 就立刻悟出了不炮协助的作战要点 实施以后效果极假 刘明传只是一个农民出身 基本不识字 他从官场第一次隐退以后才开始学习文化 但他不读旧式的四书五经专门学习翻译西方的著作 为后来的付出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他想到的和做到的事远远超出了同一时代的其他人 所以中国人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从来都是牛人辈出 可惜像他这类的牛人实在是太少 另外的那些聪明人 总是把精力放在了争权夺利之上 所以要说做大事 光是靠努力还是不够的 确实还要靠一点运气 刘明传就是运气不好 而左中棠却是运气不错 虽然他一度穷山恶水 但是靠着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绝处焚身 他终于熬了过来 那么教主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河州和西宁的平叛能够一帆风顺吗 白岩湖最后的下场会是怎样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